不管是在过去,还是在现在,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少过伏地魔,那些成了伏地魔的女人,她们的一生是悲剧的,她们一辈子都在或被动,或主动地为弟弟付出着,这让她们失去了自己的生活,让她们的人生变得一团糟。 那些心甘情愿,且主动为弟弟付出一切的女人,她们从小就被灌输了弟弟最重要,她要为弟弟付出一切的思想,所以,在她们的观念里,弟弟最重要,弟弟甚至比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要重要。 所以,这些伏地魔一旦嫁了人,成了家,她不仅会把自己挣的钱全部拿给弟弟,她还会想方设法地把丈夫挣下的钱也拿给自己的弟弟,她觉得这就是自己的使命,而苦的就只有伏地魔的丈夫和孩子了。 而那些心不甘情不愿被动地为弟弟付出着的女人,她们虽然跟那些思想已经被禁锢住,脑子里只有弟弟的女人不同,但她们仍旧无法摆脱伏地魔的命运。 因为家里人的胡搅蛮缠,还有家里人的哭穷,她没办法完全拒绝家里人的要求。 家里人哭着闹着要她拿钱给弟弟的时候,她想要拒绝,但她却不懂拒绝。 她会不情不愿地把钱拿给弟弟。 就这样,这种相处模式成了习惯,她依旧是那个需要为弟弟付出,为弟弟牺牲小家的伏地魔。 白静就是个被动的伏地魔,其实不是她自己想做伏地魔,而是每次都会被母亲低着补贴弟弟。 而她实在没办法拒绝母亲的一哭二闹。 白静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,小时候父亲在的时候。 家里虽然重男轻女,但她也是幸福的,因为父母虽然更疼弟弟,但对她也是很好的。 但自从父亲走了之后,所有的一切都变了。 母亲的眼里只有弟弟,对她只有压榨。 上学的时候,弟弟只需要好好学习,好好玩耍,而她不仅需要上学,放了学,还要做家务,做饭,还要照顾弟弟。 每次她想要反抗的时候,她的母亲总是会哭着说自己一个人养大他们有多不容易。 母亲有多不容易,她是知道的,所以,每次母亲一哭诉,她就没办法拒绝母亲的要求,每次都是母亲让她干什么,她就干什么,她感觉自己就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,任由母亲操控着自己的人生。 后来出了社会,她的人生依旧是被母亲操控着的,母亲只要一哭诉。 她就习惯性缴械投降,把大部分工资都寄给弟弟,而每次,弟弟都是心安理得地拿着她的钱随意挥霍。 对这样的弟弟,她是恨铁不成钢的,也是恨的,但因为她的母亲,她没办法不认这个弟弟。 她只要想到过去母亲的辛劳,还有小时候父母对她的疼爱,她就没办法拒绝母亲,所以,她就成了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伏地魔。 在她孤身一人的时候还好,受剥削的也只有她自己,受苦,受委屈的也只有她自己,但结了婚后,受苦,受委屈的就成了她和她的丈夫,还有他们的孩子。 她跟丈夫是自由恋爱结婚的,因为她的弟弟和母亲,所有的男人对她都是避之不及的态度。 她以为她这辈子就这样了,以为自己真的要孤独终老了,但没想到在她最无助的时候,出现了那个愿意包容她,爱她的男人,她就是王强。 那一天下着雨,因为没钱付房租的原因,她被赶了出来,她给家里打电话,她的母亲根本就不愿意听她说什么,直接挂断。 弟弟也是,因为那个月的工资早已被他们全数要走,他们知道她身上没什么钱,所以,他们连她的电话都不愿意接。 就在她狼狈地在雨中哭泣的时候,王强出现了,她给她递伞,还好心借钱给她。 之后,两个人你来我往地就有了交集。 王强在知道了她家的情况后,也没有嫌弃她,只是教她如何自救,如何摆脱这种状态。 王强看到了她的努力,于是两个人就顺理成章地结了婚。 王强以为白静在有了自己的小家,有了自己的孩子后,就能彻底改变,不会再像过去那样,一直被母亲和弟弟剥削了。 但事实证明,她的想法实在是太过天真了,原生家庭的影响哪是那么好摆脱的。 在婚后,白静努力想要改变,努力想要脱掉伏地磨这个标签,但只要她的母亲态度再强硬些,或是闹得再厉害些,她就会再次缴械投降,把自己手里的钱都拿出来补贴弟弟。 对此,王强是知道的,但她没办法斥责白静,她只能继续劝诫她,让她下次一定要学会拒绝。 但白静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,但一旦遇上她的母亲,那她之前做好的所有的心理建设都会瞬间崩塌。 对此,王强也只能一次次忍让。 王强对这样的白静也是一次比一次失望,但这是当初自己的选择,因为爱白静,所以。 他接受了这样的白静,以为白静能够改变,但事实证明,想要改变并不容易。 他们的婚姻就这样在王强对白静的一次次失望中继续勉强维持着,直到有一次, 白静竟然将手伸向了孩子的教育金,这可是王强为了孩子咬牙存下来的, 他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把这笔钱拿给他的弟弟。 他质问他,他却说他的母亲都要跪下来求他了,他没办法,说他弟弟要订婚了, 需要这笔钱,自己要是不给,他母亲一定会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他下跪的。 看着这样的白静,王强只觉得心累,他算是看明白了,他是改不掉了, 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,他不能让白静拖累他们的孩子, 他需要他们的孩子在好的环境中成长,于是他终于下定决心离了婚, 并把白静赶了出去。 直到被离婚,被赶出家门后,白静才开始悔悟, 他是极后悔又痛苦,但却为时已晚。 到了这个时候,他那个好弟弟竟然还找他要钱, 还说要拿钱买车,说是母亲让他来拿的。 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,就是因为他的弟弟,他的母亲, 他才变得一无所有,而他们竟然还想继续剥削他, 他只觉得自己可悲可笑。 从白静的事迹中,我们能够得出两个结论。 一,不懂拒绝,往往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。 其实,那些被动的伏地魔,都是因为不懂拒绝, 才会成为弟弟的提款机,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。 很多时候,我们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对, 明明知道这么做是为难自己, 但想着对方曾经对自己的好,想着对方的不容易, 就会没办法拒绝对方的要求,然后委屈自己去成全对方。 当然,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因为对方的虎脚蛮缠,而选择妥协, 而妥协的后果就是委屈了自己,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。 所以,若是不想成为伏地魔,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一团糟, 那就要学会拒绝,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,过好自己的日子。 二,不懂把小家放在第一位,往往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一团糟。 很多人在婚后,依然把自己的娘家放在第一位, 因为娘家人是自己血缘上的亲人, 在他们心里,娘家人比自己的丈夫更重要。 因为丈夫随时都有可能成为陌生人, 而娘家人,那可是血浓雨水的亲人,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,娘家人都会一直在她的身边, 他们一直都会是她的亲人。 所以,娘家的弟弟找上门要钱的时候, 女人往往都没办法拒绝, 就算这笔钱对这个家来说很重要, 但她依然会义无反顾地把钱递出去。 这样的人不懂把小家放在第一位, 而这会让家里的丈夫和孩子对她生出不满, 慢慢一家人的心也就散了。 所以,女人在婚后, 一定要把自己的小家放在第一位, 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一个美满的人生。 像是终于这就是要是谁, 像是不价 stay线aal人的, 但 operation是无偌门人的图,